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维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是 曲面的表面积 在介绍曲面的表面积之前 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 我们用得到的一个观念 叫做投影 以向量的角度来说的话 A向量在B的向量的投影 我们叫做Acosθ θ为AB之间的夹角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假设叫做K 那cosθ是斜边分之零边 所以是A的长度分之K 所以我们的K就多少呢 就是A的长度乘上cosθ 这个是一个长度 是一个纯量 就是A向量在B向量的投影量 那么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这是线 那么面来说的话 以一个面而言 这个是一个A的面积 那么我们上面的话 打一个灯照下来 在很远的地方 就像太阳一样 这个地方是一个 夹角是90度 那么如果说它是夹角是θ的话 这个投影子 这个投影子的面积是多少呢 就是Acosθ 我们将要用到这个观念 来去算区面上面的表面积 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 区面上面的表面积 假设这个是x轴 这是y轴 这是z轴 那么我们的这个区面的方程式 叫做z等于f of xy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切割 怎么切割的呢 其实就是这样子 这是dy 从这个地方 微小的一片y 然后这个是dx 这是一个正方形 我们要叫做矩形好了 从上面来说 投影下来 黄色的投影到xy平面 那么这个面积 假设叫做ds好了 data s s surface 那么会是cosθ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夹角 投影下来以后 到底会比例是多少 以这个蓝色的 我们都全面都看法向量好了 它的normal是什么 是k 它的话呢 是法向量叫做k是001 那这个normal呢 normal就是它的gradient的方向 那怎么算呢 z等于f of xy 我就把它移向过来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要看它的这个normal的话 是怎么写的 就是对x篇围 对y篇围 对z篇围 对x篇围的话 是这个 对y篇围来说 是第二个 对z篇围来说 是1 那么同学会问说 那么为什么不是 这个正的 这个正的 这个负的 其实也是 因为normal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向下 一个是向上的 以这个题目来说 我们要向上的 因为我们跟k来比较 我们的夹角 我们希望是一个锐角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向上的 是z是正的 代表确定 确保它是向上的 好 那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它的夹角 夹角怎么看 我们的k是多少 当然就知道001 我们把它写下来 要看n跟k的夹角 很简单 我们来一个内积就好了 a.b等于abcosθ 来我们算一下 两个内积 等于两个字的长度 乘上夹角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就把它命名为γ好了 这个地方叫做γ 这是γ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看 n.k是多少呢 n.k 这边来说 0 0 这边是1 所以1 左边是1 中间的话来说 这个长度 这个向量的长度 就是各自的平方 开一个平方根 再来k的长度 我们知道 都是1 这是1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不用写 cosθγ 那么我们就算得出来 它的夹角余玄了 那么夹角余玄很简单 我们的这个表面积 乘上它的夹角的余玄 是会等于底下的 datax乘datay 那么继续写下去 那么datax我们就可以除过去了 就是cosθγ分之1 cosθγ分之1 我们它能除过去 cosθγ分之1 恰巧就是这一个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了 那么就得到这个 乘上datax datay 全部把它改成了一个 differential的form 那么我们就两边一起积分 因为这里有两个变数 所以是重积分 重积分 然后region的话呢 是在这边 r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考虑的是xy平面了 不再考虑上面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用的是xy的方向 来去计算这个重积分 可以估计什么呢 上面的表面积 那么请各位同学记住 这是这个表面积的公式 那么表面积公式 那我们就做一个立体 让各位同学来试一试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是一个泡物面锅 它是一个向下的一个泡物面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要看的是在xy上面 这个的表面积是多少 那么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先把我们的 刚刚的得出来的公式 列给各位同学看 我们只要求的是在region r 是在这个下面这个r来做 dx dy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还不知道的是这个 这个 那现在进行的是对x来偏尾 对x来偏尾是多少呢 是-2x 这个对y来偏尾 -2y 所以我们把它直接带进去 这样比较快 然后dx dy 当各位同学看到的 我们这个投影是个什么形状呢 它是一个圆形 跟圆有关的 同学的话 要直接的想到谁呢 极坐标 把xy换成了r跟θ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换过去 前面我们知道dx dy 是r dr dθ 那现在进行的是 转换这个变数 x平方加y平方是r平方 所以这边是根号4r平方加1 dx dy是什么呢 r dr dθ 现在我们看它的r的范围 r的范围这边 这边的话就要看这里了 这边是1 所以我们是0到1 θ呢 它一整圈 所以这是2π 0到2π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怎么积分 这里多一个r 是我们的非常方便的一个 这个题目就变得非常方便了 不然我们就要这个地方 就要用三角带换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里面 这是4r平方加1的 二分之一 然后这边前面有一个r 我们曾经提到过 像这样的题目 外面是里面的微分 我们可以直接积分外面 这是这个如果各位同学听不懂的话 可以复习前面的积分的技巧 变数变换法 我们这边的话二分之一 直接提高一次变成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 好 我们来从这个地方来看 如果我们对这个微分 会不会多出一个多少 二分之三丢下来 降一 没错 那么会多一个二分之三 所以前面要补一个三分之二 根据连锁率 前面又会多一个8r 这边只有一个r 所以我们要补一个什么呢 八分之一 再补一个多少 这是二分之三 要补一个三分之二 然后呢 范围r是0到1 dc它 现在把1带进去 0带进去 那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小心 怎么说呢 这边 1带进去 没有话说 是4加1是5 0带进去并不是0哦 0带进去会变成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小心的写 这是432写在底下 1带进去是5的二分之三次方 那再减掉 0带进去是1的二分之三 就直接写1了 然后积分 外面还有个dc它 dc它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直接积出来 这是2π 所以这边是2π 这边是6 好 这边是6 所以这是6分之5的2分之三 各位同学知道 它就是5跟号5 所以我们利用的一个投影的观念 去做这个表面积的立体 我们这个单元 是专门去解释 z等于f of xy的一个表面积的一个求法 我们导出了它的这个面积的公式 是利用什么方法呢 投影的观念 那么我们顺便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复习 小s指的是Ark Lens 就是弧长 弧长的公式是什么 a到b e加上f'x的平方 这是单变数的 那么来我们看看双变数的 双变数就是表面积了 一个是长度 大s代表的是面积 那么面积 我们用a 常常用的是a是指的是平面的面积 这是surface的面积 那么就是region 这是一个重积分 因为它有两个变数 这边注意的是 它根号里面有一个什么 这是对x偏微的平方 这是对y偏微的平方 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